大家好,我们又见面了。 今天我们来聊一下大红豆和小红豆有什么区别呢? 大红豆和小红豆的个头不同。 大红豆个头长圆,像扁豆,吃起来很香,口感绵实,有特别实陈的感觉。 而小红豆个头小,大小像绿豆,成紫红色。 两者最大的差别是在具体食用方面。 一般家里煮的红豆都是大红豆,而小红豆更多地是用于制作红豆馅,很少用于家庭中食用。 大红豆与小红豆的营养价值是一样的,都有舒风清热,造湿直养,润肤养颜的功效。 只是小红豆的功效更强些,所以中医入药都用小红豆,而大红豆只供一般食用。 您知道了吗? 还是希望接着行动。